首先有人说多吃冰块跟辣的东西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志老师是这样子吗 你有听过吗 吃冰块 通常我不想 中医师听说不要吃太冰 但是我还是强调 任何这个有些个案 但是每个人 不是说冰块不可以吃 但是我还是不太赞成说 一天到晚喝冰的吃冰块 吃太多 对健康其实不太好 那为什么会有人说 吃冰块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因为有些人他说 就是刺激他那个口感 他觉得温度低的话 其实新陈代谢就会高 所以他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 可是其实这个方式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忙 我反而觉得刚刚讲那个辛辣物 如果说辣椒的话 你可以适度的吃一些辛香料的话 但是对身体来讲是比较好 另外呢减肥不能够摄取淀粉 像有一种减肥方法 就是说淀粉通通不吃 只吃蛋白质对不对 好伊莉 这个就是以前我们早期在讲 那个吃肉减肥法 那吃肉减肥法其实很危险 我们那个叫做拿命去减肥 拿命去减肥 就是他们有时候 我们那时候我们有那个病人在分享 他说他们吃肉吃到 就是嘴巴开始有点水果味道 那个酮 那个那种分类的 水果味道 对 那代表已经有酮酸的那个味道出来了 那体内会影响到体内那个酸碱不平衡 电解质不平衡 可能会伤到就是说肾脏有 会有出现问题 所以其实你长期用吃肉减肥法 来做一个减重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而且四度的淀粉 其实你们可以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 如果当你减肥 遇到一个瓶子期的时候 你试试看晚上你吃半碗饭 你的淀粉 它可以帮助你体内的脂肪去做一个代谢 反而可以把脂肪量降低 反而可以燃烧脂肪 对 燃烧你的脂肪 脂肪量降低 肌肉量就会上来 所以我们常常很多营养师在用 就是说你当你碰到瓶子期的时候 你吃个半碗饭 然后你这个饭呢 可能就是说要有点高鲜的 或是吃一点地瓜也可以 反而是帮助减重 所以减肥的时候不能够不摄取淀粉 但是就是适可而止 要适量 好 再来睡前吃东西会胖 大家都觉得说 吃宵夜的话一定必胖的 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这样 我想睡前真的要放空 我想中西的观点都一样 中西的观点都一样 胃不合 卧不安 你在睡前吃东西的话 尤其是高油脂 高热量 你肯定你的睡眠品质不会太好 所以一般我们现在研究 大概睡前两三小时内 经常吃越早越好 尤其是这种高热量的东西 可是睡前的时候 刚好看电视嘛 嘴馋啊 吃一点零食啊 对不对 所以最好是不要 好 再来就是运动完 不能马上吃东西 这个我就听说过 什么运动完了以后 半个钟头还是一个钟头之内 最好都不要吃东西 因为吃的时候呢 可能会更容易发胖 是这样子吗 依琳 他们之前是说 因为运动完之后 代谢率很高 你吃了马上就会变成脂肪 脂肌起来 更会发胖 可是现在这个理论 已经被完全就是打破这个理论 反而应该是要运动完之后 如果你是做中强度的运动 比如说踩脚踏车啦 或是那个 肌力训练 跑步啊 游泳完之后 你可以马上吃 那甚至于半个小时以内吃的话 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它可以帮助你长肌肉 反而是让你的肌肉长出来的 而不是让你的脂肪增加的 第二个就是说 有时候运动完 会很容易疲劳 有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肌肉里面的干糖消耗掉了 所以你要吃东西才会帮助你恢复疲劳 避免乳酸的堆积 但是要吃对 要吃对 像什么 比如说我们会建议就是要一份主食 一份蛋白质 比如说像我都建议我们的运动员 就是运动完之后很简单 比如说一个御饭团 搭一杯滴子牛奶 或者是说你不想吃那个饭主食 你就吃一个水果 比如像香蕉 然后搭一杯豆浆 好 再来敲敲打打 身体会瘦吗 敲打打 其实按摩的一种手法 像说敲敲打打 敲哪里打哪里 我觉得那个都anyway都不是 不过我先提一下 迷失这个东西不是表示一定错 对 或者意思对 对 因为就是前提你要界定清楚 因为我们很多是前提没有界定 像敲敲打打 你说闲来没事 这里敲敲打打 我觉得这个是保健的一个方法 让它血液畅通嘛 就是以前流行的发打工 类似这样 但敲敲打打要注意不要伤害身体 不是越动越好 有人是敲脖子 有没有 我说这个不行 这很危险 对 你可以敲肩膀 敲屁股 敲大腿 敲在两边 那你不要去敲腰部 不要敲胸部 不要敲脖子 这些都要小心 还有人敲头的 我觉得那些都很危险